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话 惊吓对路易悄悄使了个眼色 现在不是应该让蒋太医整过脉后 好给蒋太医赶紧打发走啊 这家伙怎么非揪着舔嘴的东西播放 不行 姐姐必须要先奖励我 路易撒娇地将头靠向惊吓的肩膀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 惊吓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要姐姐亲我一下 路易仰着头看向惊吓 像一只可爱的小狗似的 你 你说什么呢 惊吓不禁瞪大了眼睛 将他推开了些 这家伙不是疯了吧 当着蒋太医的面 居然让他亲他 不怕穿包露馅吗 怎么了 我呱呱喝了汤药后 我娘亲都会亲我一口 还夸我是乖孩子 路易将脸凑紧惊吓 用手点了点自己的脸 我不用吃甜嘴的东西 姐姐亲我一下就好 惊吓揍了眉头 瞪了眼路易 又回头看向蒋太医 果然这位知天命年纪的老头都懵了 不好意思啊 蒋太医 当然他现在就是个孩子 惊吓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明白明白 蒋太医尴尬地干笑了几声 蒋太医快给他整脉吧 惊吓站了起来 这样给蒋太医让出位置 可却被路易拉着手不放 去哪儿啊 别走啊 我怕 我怕这老头又给我针灸 你看他那针那么长 路易揍着眉头指了指 桌上已经攀开的针带 啊 是这样 我是打算施针为陆大人医治 这样也许陆大人能快些恢复心智 蒋太医说道 我不要 不要 路易晃着惊吓的手道 蒋太医 我看暂时还是不必施针 大人以前也曾经因种了药而心智退化 当时也只是服用汤药 过了一段时间便自愈了 另外 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 先不说能不能配合您施针 就算施针成功了 他可能也会自己把针给拔了 惊吓抱歉地对蒋太医笑了笑 他可不能让蒋太医在路易身上施针治疗 本来他没事 万一这一施针把他给整出毛病 可就糟糕了 陆服员说的也是 蒋太医叹了口气 那让我先给陆大人整整脉吧 有劳蒋太医 惊吓拍拍路易的手 给他使了个眼色 让他别再和他拉拉扯扯地作戏 路易松开了惊吓的手 躺下来 将手搭在了脉枕上 还不忘趁着蒋太医 垂眸集中精神 整脉之时 对惊吓眨了下眼睛 惊吓瞪了眼路易 冲着他不悦地努了努嘴 蒋太医整完脉后说 路易迈向平稳 除了因为外伤失血 而有些体虚之外 身体情况尚渴 惊吓对蒋太医倒了血 将蒋太医送出了房间 又观察了一下外面 确认无人 赶紧关上门走到路易面前 心事问罪地插起了腰 你刚刚是在干嘛 不怕露馅吗 怕什么 你不觉得我戏演得不错吗 路易一把拉过惊吓 让他靠近自己怀里 呵呵 你还挺骄傲是吗 惊吓哼哼了一声 无力地往他的大腿上一躺 我说啊 你这打算 这戏要唱到什么时候 你跟我透个底儿行不行啊 虽说我这个人最擅长演戏 可是天天这样演 我可受不了啊 你还总是不按套路出拍 让我应付起来很难啊 我如果说 要装个一年半载 你会怎样 路易温柔地 抚了抚惊吓的头 那我就起程回府 你自己一个人 待在别人玩去吧 爱怎么演怎么演 清香哼道 他才不信他的鬼话呢 一年半载 除非他疯了才会这样做 那可不行 没有夫人 我这双黄没法唱下去啊 路易捏了一下惊吓的下巴 放心 用不上一年半载 但也绝对不能是三天五天 怎么也得越鱼 方能达到我想达到的目的 要一个月 清香坐了起来 眉头微微揍起 他其实有些担心 这段时间会出什么事 那皇帝一身一鬼像个疯子 谁知道会不会突然 做出疯子的行径 我知道你担心 放心 所有事情都还在我的掌控中 我心里有数 路易安慰惊吓道 我可没担心 惊吓摇了摇头 我是心烦啊 要和你日夜相对 怎么 你不喜欢和我日夜相对 路易挑了挑眉 毕竟看多了会腻不是吗 居然说会看腻 路易猝了猝眉 正要伸手去抓他惩罚一下 他却已经有所防备的躲开站了起来 跟你说个事 我要回府一趟 回府做什么 路易问道 虽然是回去看看我的孩子们 也安抚一下我娘 估计他现在肯定担心咱们呢 另外 既然大人要在这里待上些时日 我不得回去收拾些衣物过来呀 还有啊 过两天就是中秋了 我还想回去拿一些我娘做的月饼呢 惊吓吐了吞口水道 你呀 还真是三距离不开吃 路易无奈地笑了 你回去一趟也好 回来时可以 为了确保路上安全 由命层服护送你过来 他那日从别院离开时 没能来得及告诉他 我其实并没有心智退化 所以你回府后 需要在保证 不被他人知晓的前提下 告诉他此事 让他来别院是因为 我需要交代他一些事情 还有 让他去北镇府司 我处理公务的房间 将我放在书案右手边 第一格抽屉里的东西 给我带过来 我负荡承送你 我 berries cum 都放在书案右手边 我哟了 我试装 那边 我去腿 我带我 你带我 我来带我 你带我